2018年9月30日,天津泰达克场云比一不敌贵州横峰,比赛进行到了第83温中场上,耶拉维奇和白月峰争抢高空球,两人在碰撞后倒地,由于耶拉维奇人高马大,而且他当时跳得又高,所以他直接把白月峰压散了身下,作为一名身经白月峰, 白月峰当然不愿意吃这个亏,他在倒地后直接高抬右脚,向耶拉维奇的腹部猛踹过去,可怜的耶拉维奇痛得呼天枪地,随后他向主裁判,斩胜了肚子上的血痕,而明察求豪的主裁判直接把白月峰红牌拔下,许多球迷对两位主人公不太了解,笑编再次科普一下,白月峰出生于1987年,四级又厚位, 2016年,白月峰入选了国足备战中国杯的大名单,耶拉维奇出生于1985年,辞职中锋,2012年,他以11个进球,成为了埃福顿的最佳射手,在职业生涯中,耶拉维奇曾经代表克罗地亚国家队,出战过36场比赛,并且斩获了6个进球。